电影泰坦尼克号沉默的悲剧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悲剧其实早就被预言了 当年的泰坦尼克号按照航程、恒多大西洋前往美国纽约 途中撞上了冰山沉默 然而早在沉船发生的14年前 就有人预言了这一惊心动魄的海淡时间 甚至连细节都惊认了相似 1898年英国的作家摩根·罗伯森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 书名叫做《徒劳无功》 讲述的就是一艘号称永不沉默的巨伦泰坦号 那泰坦号从英国首航美国的途中撞上了冰山 然后不幸断裂、漏水、沉默、上千名乘客涨身海底的故事 遇难情景的描述以及沉默船只的建造方式、外观 甚至是船上发生的故事都和真实的泰坦尼克号卢出一辙 比如泰坦号的船身长800英尺 而泰坦尼克号的船身长882英尺 它们都是沉默于4月的一个夜晚 而且救生船都不够所有的游客使用 都是船只的右线位置撞上了冰山 螺旋桨的数目都是三个 蹦撞时的速度几乎相同 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本书发表时的1898年 泰坦尼克号都还没有开工建造呢 《徒劳无功》一书中说 泰坦号碰上冰山沉默 沉入大西洋3500多米处 而船上的1700余人全部葬身大西洋 当中就有300多位遇难者的遗体被巡获 而事实几乎就是如此 这一事故不仅成为当时和平时期 死伤最惨重的海难之一 更让《徒劳无功》这本书热卖大火 有人就比较了《纽约时报》所刊登的 泰坦尼克号沉默的消息 他的情节过程与罗伯森笔下的小说极其相似 以至于可以说小说中的故事就是提前预言了14年后出现的 泰坦尼克号沉默的写照 泰坦尼克号沉默之后 作者摩根·罗伯森收到了数以百计的 孤儿寡母的哭诉信 他们在信中指着说 是罗伯森小说中的恶毒诅咒 才使他们的亲人造次打难 给作者摩根·罗伯森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那随后不久 于1915年的3月24号 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 阿拉麦克厚泰坦尔克房中 罗伯森自杀了 10年53岁 那关于他的自杀 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枪杀 有人说是服用了过量的药物所致 但是具体事实已无从考证 时至今日 他的死因也成为了百年之谜 无独有偶 1838年 美国的作家艾伦·波 发表了他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 阿瑟戈登的故事 小说的内容就是讲述了 四名海员在海上迷路 并遭遇海难的悲伤故事 在内容中讲到 说四位在海中迷航的水手 遭遇了沉船事故 在无依无靠的大海上 他们没有食物 为了活下去 他们四个人决定 抽签决定谁要被吃掉 结果是一位名叫 Richard Parker的水手被抽中 但是外面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在这部小说 阿瑟戈登的故事出版的46年之后 相差无几的事 在英国现实生活中 真实的就发生了被吃掉的受害者 也叫做Richard Parker 事情是这样的 1884年 一艘英国游船 马格丽特号出海 那船上一共有四名船员 船长杜特勒 水手斯蒂芬布瑞克 还有18岁的侍者Richard Parker 这天 马格丽特号游船 行驶在好望角的羊面 突遇暴风雨 船舱进水下沉 四名船员只好逃到了救生法上 没有水 没有食物 四人水波逐流 在海上熬到了第19天 绝望之下 四人抽签 决定谁先死 以救活其他人 结果Richard Parker中签 他被撕破境内的境脉而死 后来的几天 这三名船员吃喝着 帕克的血和肉 直到第24天 船长在获救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当我们吃着我们的早餐时 一艘船出现了 补充一下 这个早餐就是18岁帕克的尸体 有很多人说 作家埃伦波其实是一名穿越者 他的时光穿梭机 可以让自己回到任何想去的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埃伦波一开始就信誓旦旦表明 小说是真实事件改变的原因 说起时光穿梭 中国古代有一个被很多人公认的时光穿梭嫌疑人 他的坚韧之举 让人感觉他远远不止穿越这么的简单 时光穿梭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们接着往下说 这个时光穿越者就是2000年前的王莽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莽的言行举止和思考方式 完全不像是2000年前的古人 反而特别像共产国家的人的思维 他在位期间推行土地国有化 不让百姓私自买卖 不养闲人 让全国的人都劳动起来 还有就是王莽最受争议的改革措施 就是货币改革 这项改革十分挑前 却是最失败的政策 因为在那个用黄金白银交易的时代里 用不足值的货币来作为货币并不可行 他的这些措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关措施十分相似 以至于胡适先生认为 他是18世纪前唯一一位社会主义皇帝 而据说最奇葩的是 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 他的臣子派人前去探望 亲人的发现 王莽的妻子身着短裙 白花花的小腿就露在外面 这在当时来说 如此着装实在是过于大胆了 而王莽妻子所穿的短裙 正是王莽本人设计的 不仅是史料记载 近些年出土的文物中 也有可以证明王莽是穿越者的佐证 比如在这个洛庄汉墓出土的随葬品中 有一个和现代游标塔尺 极为相似的测量工具 大家知道吗 这一工具比西方就早了1700多年了 后人们从这个蛛丝马迹中推断出 王莽穿越之前是一位80后 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 直接导致了许多事情都是做到了一半 所以没有成功 而这还不是最惊人的 王莽创建的王朝 竟然印证着古代王朝的轮回规律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 大汉和大唐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两大王朝 对吧 可是让这个历史学家诧异的是 这两个王朝从兴起到衰败的轨迹 几乎是一模一样 他们都是继承了上一个短命的王朝 而且都是经历了22位皇帝 大汉继承了秦始皇建立的短命秦朝 大唐则继承了隋文帝阳间建立的短命隋朝 而且汉朝和唐朝虽然强大 但他们都是被拦腰中断过的王朝 期间都经历过短暂的篡位 一个是王莽建立的新朝 另一个是武则天建立的周朝 这两个篡位的小王朝都只是存活了短短15年 等到汉朝和唐朝彻底灭亡之后 中国历史同样都进入了大分裂时代 即东汉灭亡后的三国时期 唐代灭亡后的五代十国 如果说以上这些都是巧合 可唐朝和汉朝灭亡的原因竟然也惊人的相似 那就是宦官专政 世界上的一切是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呢 我们只是一直按照剧本在走 中国古代史仿佛陷了一个轮回的模板 而这种高度巧合的历史轮回还在继续 公元960年 赵矿印发动了陈桥兵变 而在陈桥兵变之后 赵矿印对他的弟弟赵光仪说 既然是咱们兄弟二人一起打下的江山 那就要平分大宋天下 果然赵矿印的皇位被他的弟弟赵光仪篡夺 北宋前后传了九个皇帝 而这九个皇帝当中 除了赵矿印 其他的皇帝都属于赵光仪一脉 到了南宋之后 皇位恰巧也先后传了九个皇帝 但除了南宋太国皇帝赵沟是赵光仪一脉的 其他的八个皇帝又都是赵矿印的后代 北宋和南宋正好是两兄弟平分天下 刚有意思的是 古代王朝的轮回效应居然延续到了现代 2013年因为房地产的开发 开发商不小心挖开了隋阳帝杨广的坟墓 而当年隋阳帝为了登上皇位 秘密谋杀了自己的亲哥哥杨勇 巧合的是 现在这位挖开隋阳帝坟墓的开发商的名字也叫杨勇 相隔了千年的恩怨 似乎在此刻大仇得报 所有的这些在现在看来仿佛是笑谈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的人生真的从一开始就定局 那你该如何破局呢 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是想了很久 我觉得能够破局的只有三条路 一条就是随遇而安 顺移天命 一条就是随波逐流 坏事作绝 走向堕落和毁灭 那再一条就是 仰慕圣人的教诲 走向人生的修炼 深化人生的维度 而最终来掌控自己的命运 那个时候啊 也许自己就可以修改自己 接下来的人生教片了 好了 不知今天聊的话题 大家是否有自己有趣的观点和智慧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也期待大家的点赞分享与观众 天马行空天上地下街谈相说 请问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